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2021好声音已经来到了最后阶段 总决赛将于10月1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 作为一档国民音乐选秀综艺 好声音的10周年备受关注 近日好声音全国舞强诞生 五颗月王静文姚小棠陈文飞 贺三会是总决赛将争夺今年的总冠军奖杯 五强诞生后 节目组随即发布了总决赛五强学员的宣传海报 引发了大家的猜测 在这张海报中 八进五的第一名五颗月稳稳地占据了C位 第二名王静文和第三名姚小棠分别在五颗月的左右两边 而第四名陈文飞和第五名贺三在最边上 看得出来 这张海报就是根据八进五的名次来设计的 可就在10月12日 好声音节目组又发布了第二张总决赛宣传海报 第一张是横版 而第二张是树版 五强学员的站位也有了变化 这次占C位的不是五颗月 而是被节目组一路力捧的王静文 在王静文左右两边的是陈文飞和五颗月 姚小棠和贺三在最前面的两个位置 看了这张海报 网友们纷纷吐槽 怎么能让颜值最低 负面评论最多的王静文占C位呢 难道今年他真的要夺冠吗 C位学员到底能不能夺冠 我们不妨来看看前几季好声音的总决赛宣传海报 比如去年的第九季 总决赛五强海报中 宋宇宁占据了C位 可他去年却只拿了个第五名 总冠军是他旁边的单一纯 再来看第七季的总决赛宣传海报 唯一一个女学员刘俊格占据了C位 总冠军但曾尼玛却在最左边的位置上 再一次说明C位学员未必能夺冠 再往前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第四季的总决赛宣传海报 占据C位的是陈子彤 而他当年是亚军 总冠军是最右边的张磊 通过回顾前几季总决赛宣传海报 我们能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C位学员夺冠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之所以他们能占C位 可能是因为人气高 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 今年王静雯能占C位 无非就是他的人气最高 是节目阻力捧的对象 而他想要夺冠 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呢 第一 王静雯负面评论太多 形象性格不讨喜 在舞台上哭哭啼啼 正是比赛时大面积妄词 给观众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节目组可能让这样一个不讨喜的学员夺冠吗 那样只会毁了所剩无几的口碑 第二 节目组只是在利用王静雯的人气来提升节目的收视率 所以才会如此捧他 王静雯在网上很火 单某英就有470万粉丝 也有几首代表作 属于自败人气的流量型学员 节目组怎么可能不让他进总决赛呢 当然 到了总决赛王静雯就没利用价值了 是时候被节目组放弃了 第三 王静雯在创作方面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 但唱功和台风非常一般 好声音终究是选拔好声音 而不是好歌曲 这一点可以参考去年的赵子华和宋宇宁 所以今年王静雯拿的多半是去年宋宇宁的剧本 夺冠肯定是没戏了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